《符笨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尖前故後》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今天我們有兩個特別嘉賓 也不是第一次來的 我是Eric 我是Ricky 上兩集都應該有見過 剃功 為何今天這麼人齊 也不怕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銅鑼灣附近 我們其實就是在 當然我們在做節目就是在RTV那裡 好了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Eric 避件衣服 對 究竟 六四二十二周年 不是 五月 五月多了四日 中國 五月三十五號 今天是五月三十五號 那就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二十二周年 不論在北宋發生過的事情也好 在明朝發生過的重要事件也好 在這個民國時候有重要事件發生過也好 但是說今天 二十二年前一定是沒有事發生過 一定是沒有死過人 所以 五月三十五號這個日子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那麼 今晚應該很多人會來銅鑼灣 好像 我們不如教一些人 怎樣坐車來銅鑼灣 先 不如去把照片教大家 怎樣可以坐車來 對 應該大家現在 對 應該搭到 大家知道是不是搭到照片 對 大家見不見到 現在有 現在圖中 現在有一部巴士 就寫著 約約約約寫著 五X和鑼灣的 那麼 有沒有唯一這輛車 那輛車 那輛車裡偏多少 五三五 對 就是 乘搭乘巴的 五號X 可以去到銅鑼灣 維園 那麼 五三五這輛車 昨天呢 我走過街上 我看到他們在走 這個五號X 那麼 大家 去多一張 車尾都還可以看到 對 就是 我當時是公中影的 那麼 其實 大家可以記住 如果你們在西環那邊 對 我知道好像昨天有些人 不知道有沒有西環紮營 青年公民有去射燈 哦 就是這樣 然後有人以為是 第二個組織做的 有人貼上去之後 是的 都不知道 誤會了 不好意思 要抓緊拳頭 這樣的組織 哪個組織 你不說 總之都是平反六四 要求 這個 就無謂抽哪一個 總之反而那些 不支持平反六四 那些 就是那些 抓去不知道做什麼 哎 那些真是 縮手 你 好了 好 然後 大家都知道 5月35 這些號碼 535 今天如果你們在微博寫這些 會怎樣 觸產 哇 今天的網絡特工 一好 這些網管 真是 沒有辦法 所謂叫做 受人錢財 就要 替人消災 喂 有什麼災 都沒有事發生 有什麼災 沒有啊 譬如你在微博前面 背下九音歌 這樣 62 12 63 18 然後呢 65 中30 喂還有 87 56 89 就是72 喂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如果 這個5 這個數字 不論加1 或者減1 一前一後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計算 可以 再不是這樣 連李娜在這個 網球大賽裡面 那個比數是 兩盤 即落兩盤6比4 史上首共亞洲人拿 發網女單 錦標 都 不行 這個五加謙 這個無線的體育記者 就問過這個網管 即產 就是這樣 微博那些事 就是內地的事 香港 我們這個節目講巴士 本身經常都 除了講保育之外 喂 巴士跟這個2264 有什麼關係啊 Jacky 如果2264呢 我一會去想 又沒有路線 是264的啊 不如這樣 我們去多一張照片 看看吧 大家應該看到畫面 有一部 乘巴巴士 又是乘巴巴 乘巴巴 因為有一款車 叫做 丹尼市三叉擊 它是行機場的 會不會是墜毀的 三叉擊 不知道啊 這部 這部 街車 叫做 非豪華版的巴士 那個車隊片號 開頭是222 這兩個項目 第二 這個 有一部 就是去到六十幾 都有的 因為其實是超過那八部的 這部車 所以變成2264 就出現了 這張照片 其實是大概九九年左右 我在這個 赤立角的碼頭那裡拍的 大家看看 在走E22 這麼巧 好巧啊 是的 2264 就是E22 這條線上面 講到這個 你的編號 2264 曾經也有一條巴士線 新巴那邊 是64 不過現在還有一條 還在嗎 不在的 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 不過去多一張照片 就是64號巴士 先 64號這條線 本身 就是由中環 交易廣場 去到這個 以前叫中坎國 中坎國 但是現在 沒有了 要怎麼去呢 現在是66 66 或者是 其他六系的巴士 但是問題就是 這部64的巴士 最神奇之處 曾經 走的路線 經過一個很敏感的地方 這個就是 皇后大道東 和王麗聰道交界處 那裡有什麼 新華社 是不是 新華社 以前是新華社 那裡 現在已經是酒支 這個酒店 好像是中資 也是 是 屬於這個 中資的酒店 因為 它是將新華社 後來 那些東西 全都分散去 中聯辦 幾夜 什麼外交 西港中心 全都分散去 我們要去美國 找 哪個 去家庭 不過這個最厲害的是 以前 新華社門口 真的有64 這條線的時候 站牌 就突然想到 地點寫了什麼 前面寫了 平發兩次 走到4個站前面 有沒有人試過 這些圖 如果各位朋友 你們上網的時候 會找到這樣的照片 希望能夠 出來 所謂叫做有套 有真相 我記得 去年還是前年 某本 雜誌 南華傳媒 旗下那些雜誌 好 沒問題 我們繼續看 多一張照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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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懂 好了 那這架車 這架車是這款的第一部 因為我是量產型的第一部 來頭3N4 就是第一架 12米丹尼士巨龍 是用這個刀譜車身的 是的 那這個車牌大家可以留意 6422 DA6422 DA這個車牌本身應該1983年 似乎都有先見之明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翻譯 DA這兩個字 還有什麼意思 Democracy Always 都可以 Democracy Alliance 都可以 都可以 看看這架車尾 這架車尾 剛才那張照片 可能觀眾 大家也知道 我們畫面質素 可能有點蒙 這架車尾 這架車尾 就是DA6422 屁屁 還行一條線 是6號B 其實就是以前的 已經取消了 美夫去黃大 是的 你這樣也知道 那就跟2號A 合併了 好的 這架車 據我所知 這架車後來 就曾經 據我所知 就是改了 即是退役之後 就做了這個份年吧 不過我還未找到 這架圖出來 剛才 車尾這張 就是我拍的 車頭 不是之前 就是拍車頭車門那邊 那張 就要多謝一位 叫做Pronix的網友 提供 好 下一張 我們看看 41號A 這條線 又有什麼特別 DL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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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 就是一部 尼蘭奧林帕克 41米 對 這一部 巴士 其實 最主要就是 這一批 很獨特 下層是一個 企圍為主 這批 這批 DL264 這部 這部 就是這款 第47部 S3BL47 那 DL 不能播出 也不是粗巧 DL可以解單路 DL 算是我的腦髒 好了 那麼 再下一張就重要了 再下一張 一部白色的空調巴士 好了 我們又由 九年代回來到 冷氣時代 12米 這部 DL12米 當時就是 隸屬於 元朗屯門北區那邊 主力 就是走這個 278X 上水那條線 很接近祖國 去到 荃灣 碼頭那邊 就是 餘心廣場 但是大家留意 這部 第150 架 12米 丹尼士 巨龍 九巴 冷氣車 車牌很特別 HS 8964 這部車 話說去年 21周年的時候 很多網友 拿了這部 照片 貼 還有 有人貼到 大陸的巴士討論區 其實剛才大家看的照片 今天或者去年 都已經上去大陸的巴士討論區 我們這些 抵抗這個 河蟹的 很明顯 一定會把這些 訊息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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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受人錢財 那些 真是多得你們 有不少 不是 那個討論區那班 就不是受錢財 那班 只是那班 內地的巴士討論 這個不知道 總之 就說 喂 好心你們不要搞這些 車牌一個 這麼敏感 為什麼 都說沒有事發生 22年前 對 都沒有死過人 對 所以 其實今天我們報警 我發覺相差了一件事 相差了什麼 應該要吊塊木下來 要拍攝主 哦 我懸掛著木 對啦 那我才沒有事發生 對嗎 沒錯 好了 巴士 我們都看完了 那呢 看了這麼多 車牌 有264 有8964 去年又做了2164 去年有一架JL2164 對的其實 哦 新八號的JL2164 OK 沒問題 但是呢 現在的車牌呢 可以怎樣的 除了和韻叔叔 這樣拿兩個英文時間 自己買 自選車牌 或者自選車牌 好像在Facebook 看到有人出了一架V11V 是啊 不是吧 是一架Benz的車頭 還要過癮到 有大陸牌的車 是嗎 是呀 是不是插上去拍照 不知道 總之呢 那張照片呢 我就見到呢 那一架Benz呢 有個月2套的大陸牌 喂 但這個呢 都不夠什麼的 嗯 這個都未夠飽 因為要意會 對吧 嗯 那自訂車牌 嗯 嘗試想想它 這一期 這期 除了尖馬之外 除了這個 機場 機場 第三條跑道 第三條跑道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好了 機場 通常呢 機場呢 我們會有 所謂叫做 每一個機場 或者每一個城市 都會有一個 三個英文字母 香港那個呢 就是HKG 嗯 嗯 北京呢 PK 北京呢 北京本身是分開的 北京市呢 就叫BJS 北京首都機場呢 就是PEK 那大家 嗯 OK OK 我相信應該五千元 問題都不大 是啊 哦 P-E-K 哦 然後後面就是四個數字 剛剛還有一個剩 哎呀 剩一個位 因為總共八個位 那 這件事呢 哦 我想開一個盤口 嗯 如果有朋友 真的得到我們剛才的ID 嗯 然後拿五千元 去這個 入址申請的自訂車牌 我想開一個盤口 嗯 因為他這些自訂車牌 他要經過一個審核委員會 嗯 批了出來你才投得 嗯 我們開個盤口 批還是不批 如果有後面四個字 應該不批就多了 因為我沒有記錯過 曾經有人 有個男人 想定自訂一個車牌 想拿他和他太太的名字 那就是P-1-N-G 然後F-A-N-6-4 因為他們不知道六號和四是跟他們相識有關的 OK 如果他們拿了自訂之後呢 他其實是沒有意的 他沒有特別的意思 但是運輸處是不批的 這個我解釋得到 這個 因為多了一個字 多了一個數字 八個 因為他上限八個 因為他走 P-I-N-G 跟著叫什麼 F-A-N F-A-N 已經七個了 是啊 那你八個數字 那你便不得了 不是 P-1-N-T 沒有了一個字 P-1-N 然後F-A-N 64 OK 但是如果根據自訂車牌公佈的審批準則 就不可以有不雅 不可以由他又不蝕 的意思 沒有寫說政治意思 長毛也是當P-K 哦 批的 什麼 批就出來 是啊 批就出來 但是他的流動工程車 好像都沒有用到牌 有有有有 有出了 好幾晚才有人放了出來 好啦 我們就開個門口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這兩個自訂車牌 看看會不會有朋友 去申請 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如Eric所料 不如我們做一件事 是 我們脆雞 J他 哈哈 J 又J J JR他 當然JR他 因為都講到明 就是切先 切J 因為都講到明 政府運輸署的公佈就是 不可以不雅 不可以不雅 可以淫蝕而已 沒有說不可以政治 雲書署修改條例就可以了 喂 如果不是上去追 如果不是上去又追鄭玉華 這件事 運輸署的路頂是運房局的 又鄭玉華? 很多 很多犯訴 這個機場又有關他的事 怎樣啊 太多關我的嘛 又講他 有關房局 房屋的 都是扔到他的 算了 都是一周一旺 這期熱一點 台灣這個食膠事件 發現原來其實 最好笑是看新聞 全球最素化的地方 原來就是台灣 香港都沒有很膠 原來台灣是最膠的 就是90%的家裡都是有膠的 就是高登巴打 記得去台灣 OK 好了 始終今天 我們現在很慶幸地 我們身處香港 我想如果Eric今天穿這件衣服 在大陸出現 應該會怎樣 我想我在大陸一定不敢穿這件衣服 應該會被消失 被失蹤 被查完之後被失蹤 應該 所以 香港始終應該有獨特性 這個就是 我們還有一定的言論自由 雖然 逐漸逐漸現在被人收窄 所以 留意著 千萬不要給選管 那個條例 寫人條例 還有一個版權條例 修定 就過到 不是大家想做網台 想做可以這樣唱所欲言 就很困難 那沒問題 就是6月9日這些 記得真的吹吹雞 要上去 這個選管 和灣社區中心 都不是的 范太太說什麼 都不是洪水猛獸 都不是洪水猛獸 那麼怕 做什麼 大家 不是洪水猛獸 是溫水柱蛙 那是洪水猛獸 那是洪水猛獸 哪是洪水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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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很簡單 一件事 的確不是洪水猛獸 每一口誓死你 不過這些叫凌遲處死 一塊肉切你 不過我這樣說 起碼真小的人 他先說明自己做了什麼 到時候如果是 被偽君子上去更糟糕 他們又在說跑馬仔 說到最後還是一句 普選 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今天 稍後回來再談 第二節 知不知道 胡亢 六四講完了 今晚總之記住 維園見 不過提醒大家 乘車的時候 如果大家要被迫 要港鐵霸權 一定要在九龍或新格過來 儘量避免在金鐘站斷車 寧願乘多一個站過去中華 如果大家有用Android 或者iPhone的話 記得上Twitter留意著 MTR更新的消息公佈 關於今晚港鐵交通 車站的出入口 或者交列車服務的安排 還有一件事 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在尖沙咀 那些地方 如果想過來維園 怕逼 有什麼可以玩呢 因為這些地鐵 你想想過海 剛才的金鐘迫爆 肯定是尖沙咀 那一輛車都應不應用 有 其實還有一個選擇 很簡單 走過去 又是支援天星 過灣仔 我們坐船 過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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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站的18號 18號就是在海皮那邊 在銅鑼灣 走過去 最快最近 這個方法 就是在灣仔 馬頭一出來 門口就是那個站 門口就會看到 不用上天橋 千萬不要走過去 對面巴士公站 搭2號 2號 X 你只在軒尼斯 塞車就塞死你 我那次不是塞了八個字 恭喜 恭喜 就是因為他塞了八個字 你搭電車在那裡 是啊 如果18號的話 你搭一個站 如果你搭那輛車 有報站機 他有報站機 在行動的話 就會說 下一站就是維園道 維園道 其實這個位置在哪裏 很多人沒有在意 香港其中一個出名的 是銅鑼灣被風堂 其實那個站 就是在那個位置 一個條天橋過 因為那裏 一下車 就會見到一條天橋 這條橫的東區走廊 一下去 就已經是 我們明天要去的 城上壇 維園那裏 那裏 明天城市論壇 就說 什麼 跑道 第三條 機場跑道 好了 我們尖馬之星是說什麼 我們說巴士 說船 說巴士 就是 巴士剛才說完 我們還有什麼還沒說 船 天星 好了 天星 這個禮拜有事搞作 有 有沒有看新聞 有 這期很多新聞 是什麼 潛建 不是說潛建 天星 關什麼事 這碼頭 那不是潛建 建築師 會申請入職 但是那些 潛建的 沒有申請入職 零計計 純粹說笑 就是 簽建或申請 申請 建建 都是叫建建多些 東西出來 剛剛這個禮拜 天星 去海昏事務委員會 公布了一個計劃 應該是想在 尖沙咀碼頭 主建築物上面 做一些修訂 修改 和 抗建 可以說 抗建和復修 其實 整件事就是 天星想 把現在兩層的碼頭 在尖沙咀碼頭那邊 就變成一個 三層的 建築物 在前面那一段 還不是潛建 其多一層 還會退出 少許的 因為現在如果 站起來三層 也不夠位置 做一些樓他 那些 其實他想擴大 那個範圍 就變成 可以 裡面多些商店 食市 還有一個公共空間 也就是消費主義 先搞清楚 他現在的 鋪面面積 會多多少 其實 如果大家可以看 文件 是會看到 但是同一時間 有一些公共空間的設施 會由零 變成 二千多尺 我沒有記錯 其實 這個計劃裡面 我自己會覺得 最喜歡 是什麼地方 就是它裡面的建議 就會將現在碼頭的上蓋 一個碼頭 它不是 我們走進碼頭之後 然後再走出 好像有兩個尖尖 那兩個尖尖的頂 會用來開放 做一個公共空間 甚至乎 如果有些 很喜歡看機械的朋友 就還可以欣賞一下 它那個斜台 那個升降 那個機械結構 但是我覺得最棒最棒 上到去 如果早上的 可以望向你的左手邊 望著太陽 由這個 鯉魚門方向升起 到這個 在這個 I Money的時間 又可以望向你的右手邊 就隨隨看著這個 日落晚下 入黑的時候 就可以欣賞 世界三大夜景 世界三大夜景 包括香港 鹹館山 還有 拿玻璃 在意大利 香港的夜景 在天星 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哇 還要在這樣的位置 是啊 林海 最佳位置 三萬元一尺 有 一定有 那豈不是很值錢 非常值錢 嘩 這麼值錢 你說如果 拆機來起樓 多好啊 不要亂來啊 不過這樣啊 其實呢 說回來 其實大家不如看一看圖 我們現在 到時候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到底天星 它是 提交上去的 建議 會是怎樣一回事 現在看到這張圖 看到剛剛 圖旁邊 兩支 有白色 兩支手指 說的是 碼頭 燈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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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 中間 看到 大家如果留意到 它有三個主要的顏色 藍色 綠色 粉紅色 就將會是一些展覽的地方 然後 綠色 就是現在的寫字樓 藍色 將會是一些商鋪 但是 暫時的圖 我都不太清楚 不知道 在中間 留了白色的位置 會不會是通道之類的東西 我們看下一張圖 第二張圖 平時我們現在搭船 如果坐上層 就要上一層 但是 到時候 這裏上層 還會有些商鋪 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現在 上層是沒有什麼商鋪 是沒有什麼商鋪 那些 會變成藍色 這些位置 就會是一些商鋪 綠色 繼續是現在 天星的寫字樓 就是天星那個 小倫的寫字樓 然後 還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螢光綠色 右手邊 右手邊 那個就會是天星的展覽館 來的 那 擺隻船上去嗎 船就擺不到 其實應該就是 可以看一些照片 模型的東西 初步說的 有沒有sauvinia 賣家 其實現在也有的 其實本身 然後 還有一個 紫色的位置 就是一個 機電房 E&M的office 那麼 再去多一張照 下一張圖 這個呢 就會是 未來 再起上去第三層的那張圖 沒錯 看到灰色的位置 主要就是一些 食肆的位置 嗯 還有一些 擺桌子給人吃飯 那些地方 吃東西 可能 可能 會不會有機會 喝紅酒呢 嘩 坐在海邊喝紅酒 真是寫意 還要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 三萬元一尺 但是呢 綠色的位置 其實呢 就會在公共空間 但是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好了 現在的碼頭 最端端的那隻手指 大家看不見到呢 它都是一個綠色的位置 有幾個圓點那裡 但是那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先 因為在暫時的計劃裡面 其實那個位置 暫時沒有讓人可以進去 因為前面有個機械房 不是有個機械房 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其實就是機械房 會阻擋著 但是現在呢 正在研究中 可不可以改裝少少少 變成了有沒有方法 可以令到人可以走到前面 可以安放到 是的 但是現在就是 平時原本在這裏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個 大家上不了它的天台頂 是啊 好啦 回來了 那個機房裡面來說 他說的話 他現在呢 如果你比如說 在海運大廈 或者星光行 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明明明明明明看 看到碼頭頂 有兩塊拱了出來 其實剛才看那張圖 白色的就是那塊地方 現在是完全密封了 鎖了 出不了 去到尖尖 如果是說 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結構上面 可能有東西要改動 那個機械 那個機械 如果能改到 哇 哇 他是想做一個透明的玻璃 那類的 暫時的idea 是的 因為我那天其實 有去聽到那個 海賓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嗯 那看回來 其實還有兩張圖 好 我們看一張圖 我們看一張圖 看看裡面的變化 其實他現在說 如何伸延出來 大家平時就留意到 在這張圖的右手邊 其實呢 看見有一個 它寫著 Covered Walk 其實呢 在他左邊 還有一條 紫紫地式的線 虛線 嗯 紫紫地式的虛線 就是現時的碼頭的位置 說不說外場位置 他對出的位置 其實是不 現在現時 是不屬於碼頭的管轄範圍 嗯 但是他現在就想伸延出來 但是問題是 他伸延出來的時候 就會呢 就是沒有了直通的頂 那樣東西 因為現在平時 他可以靠到部分 是日光 但是到時候呢 大家要留意 就會是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日光的照明 嗯 這個是要清楚先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下面 現在本身 還看多一張 可以 其實都是差不多 在另一個位置 去看 就是那個設角面 嗯 那麼留意一下 問題就是 現在他到底到時候 怎樣去設計 是可以 那些人上到去 第三層 使用到公共空間 是不是要好像 中華碼頭那邊 一定要經過 某些餐廳 的入口 嗯 這一樣東西 其實呢 我們是很覺得 是有一個疑問 因為其實 暫時的圖 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嗯 還有中間到底 到時候 這個地方 如果他真的要重建的時候 嗯 到底 他現時 那個碼頭 原本的那棵牆 是 到底 會有多少可以留得低 還是怎樣 雖然現在呢 我們一會兒 可以再看其他圖 是的 現在 先講講 有什麼問題 我們看到呢 第一就是 現在 如果要建 這個工程 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問題在於 要建多久 是的 還有呢 最主要來說 就是說呢 現在他公佈出來 整個 叫做外 外觀上呢 就 跟現有 那個碼頭 外觀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 很大的分別 但是問題是 到底在 進行整個工程 那個時間裏面呢 需要多久呢 以及在進行工程期間 對要 搭船的 又或者是說 如果巴士總站仍然在 會不會對巴士服務構成影響呢 另外還有一些報紙檔 報紙檔 那裏呢 其實 報紙檔 其實就不會 怎樣影響到 可能是起的時候 會影響到 但是問題現在 最重要的是 保留到的位置 現時的建築物 是保留到多少 這些東西 其實呢 我們暫時都還未看得很清楚 因為你是要退出去的時候 無可避免就是 原本那幅牆 一定要拆這樣一根 對 但是他拆了多少 還是要整個碼頭 要拆破了 或者拆了之後 會不會再起得回來呢 不是 要明白到 到底現在 如果要拆破了前面那幅牆 甚至是 還是要整個碼頭 要重建呢 我這件事 到現在 都還不是很清楚 或者可能 叫做 所以我兩邊去看 第一 現階段 天星小輪方面 都是說 向海濱事務委員會 提交一個建議 很多東西 還留於一個概念 那個情況 但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都其實 我們不是應該 都很希望的 就是 天星方面 能夠盡快 既然海濱事務委員會 都通過了 這項建議 是不是應該盡快 去提供更加多的 資料出來 其實應該這樣說 不是通過 是原則上 就是 當天那些委員 很多都很支持 這樣的建議 但是 另一件事 我們很希望 就是 資料 可以更加多 給公眾去明白 到底你發生什麼事 才決定 到底是否支持 去做這個方案 好嗎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到 剛才那個方案裡面 看到 是會有很多很多的商鋪 會在裡面 好 那麼多商鋪 其實就是收了很多租金 租金到底可以抵消到 多少船費的價幅呢 或者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 這個 我們平時 我們這班九龍人 經常光顧巴士公司 會不會 他做過一件事 就是地產項目收益 跟巴士營運 斬開 是啊 不要說到那麼複雜 簡單來說 只是一個 Roll Show 他已經可以分拆開 即是廣告 收益 一定有關係 好了 這件事 其實我們都 是不是應該值得關注 嗯 好了 更加之重要的是 剛才我們看圖的時候 Leslie都說過 一件事 天台 好美 是啊 真的好美 如果 真是 一個問題 我們都很想去問天星小輪 那方面 就是說 要不要 一定要 光顧餐廳 才能上去呢 而又說 還有 如果說到這些 所謂叫做 活化項目 最出名是什麼 灣仔那裡 和窗大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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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餐午餐廚都兩塊多水 喂 會不會天星搞個這麼貴 先 我會有些憂慮 這些 因為公眾 其實這件事 有很多疑問 其實我們 尖馬之星 那方面 其實在當日 亦都發表了 一個聲明 是的 其實不如我 跟大家簡單 講一講 其實幾個方面 其實我們 會說 這個是天星小輪 和維港 是我們香港人 很寶貴的資產 任何有助 保留航線 繼續經營的建議 我們本身是持開放態度 但是呢 另一方面 這個復修計劃 我們見到 無可避免 是會改變到 53年歷史現時的建築物 碼頭的建築物 本身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改變完 改建完之後 或者復修完之後 它的功能 是沒有變到 繼續是一個碼頭 那麼呢 同一時間 政府經常說 要去拆了碼頭 外面的巴士總站 去站一個什麼 露天廣場呢 其實天星這個方案 模擬是比較優勝一點 因為它是沒有改變到 碼頭的功能 但是政府那個 拆了巴士總站的方案 是改變了巴士總站的運裝 是的 但是雖然 天星到今時今日 都是說 我復不復修這個碼頭 跟外面建不建巴士總站的廣場呢 就是把巴士總站搬走 去建一個廣場 是無關的 但是大家要想想 天星這個東西 建了這麼多的店 如果到時候 那些巴士總站不方便 到來 誰過來搭船 誰去光顧這店呢 那些油客怎麼來呢 又或者反過來 可能有一個思維 什麼 就是有個廣場 有個碼頭 有這麼多的商店 這樣才是甚麼的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真的要考量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呢 為甚麼 我們覺得如果是 不如 如果只是做一件的 那 為什麼可以去考慮呢 因為我其實現在都是 講聲明的部分 那部分 那就無謂差得太遠 因為我們的聲明 其實都是在說 這件事 就是因為天星碼頭 天星小輪這個建議 是可以令到一些人 可以響動到維港的景色 因為他上到第三層的樓 至少他都是可以看到整個維港 甚至看煙花的時候 都看了全景 但是你現在政府 要拆了巴掌站 你站甚麼趕場都好 你在地面 根本你躲過頭 其實都是看不到維港的嘛 所以其實 所以無論如何 如果兩個去比較 牽涉這個方法 是優勝一點的 不過好了 任何的發展 我們都必須要根據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就是要包括 環境的要素 社會的要素 和經濟要素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今時今日 環境方面 其實天星 這個方向 是會模仿新的外場 將會模仿現時的外場 這樣東西 其實我們很希望 他交代清楚了 做好環境評估 所以 所以 這件事是很希望 到時候 要做好這些事情 因為附近 其實有些 其他動物在 經濟 也是 記住一件事 要保留到營運 如果可以幫助到營運 那個導輪 是很重要的 但是另一件事 但他也要公布很清楚 哪些東西 是可以補貼到多少 最重要的是 還有社會一樣的因素 其實就是 附近的環境 不要影響到 其他附近的 周邊的小販 那些文物的東西 最重要 不要太過規管 到時候的公共空間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這個方向 麻煩拿多些資料出來 讓公眾可以參與 真正做到公民社會 和公眾的參與 但是 但是 我就在這裏做一個呼籲 這次機場第三條跑道 我70歲 第三條跑道 那些東西就很佳 公布出來 我們希望 亦都期望 天星小輪方面 不要重複覆設 沒錯 我自己來說 我就很想 我還很回味 90年代時候 中環佈公碼頭的常蓋 我都很期待著 這個碼頭的擴建計劃 可以讓我當年的感受 然後 重新回來 我非常期待 我可以在碼頭上 可以看到 世界三大夜景 求婚 求婚未這麼快 不過是這樣 因為其實始終 他們現在在說的 都是要建設的 但是隨時有機會 是要有一些東西 所以到達的平衡是怎樣 我到今時 沒有足夠的資料 實在不可以說支持還是反對 但是很希望我們 看看可不可以遲些 遇到天星小輪 那邊可以上來 說一說到底計劃是怎樣 對 好了 我們看看幾時 來一個跟商界勾結 我們了解清楚 今天節目時間 就 你這麼說 民商勾結 對 那麼 今天 先講到這裡 今天晚上八點鐘 遺遠見 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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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blog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下載隨便